管理学 这就是管理学 管理学的技巧是 你通过在你自己内在的宁静当中 管理你自己来进行管理 通过在你自己内在的统一场 也就是你自己稳定在你自己内在的本我之中 如此一来 你的思想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无限组织力的支持 唯有这样才能够为你带来真正的唯德管理专家的身份 管理的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要知道 要怎么样做的最少 以便能够达成最高的成就 做的少 成就却更多 这个在我们的组织里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了 做的更少 但成就却更多 我要强调的是 为了要成就更多 我们需要的技巧是做的更少 来到智慧那非常精维的层面 然后再从这里 你产生你的思想 这个思想就会调动起自然规律的总体的力量 调动起自然规律的无限创造力 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喜悦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通过辛苦的工作 究竟能够成就多少事情呢 为了成功 我们并不建议大家要辛苦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要给的建议是 你要去获得这把万能钥匙 以便带来一切的成功 不论你想做什么 你要把你的思想带回到思想的全员处 而且以有意识的方式 在思想的全员处去带出思想 而这个思想的全员处 就是那超觉意识 只要你从这个层面去带出思想 你就能够调动起自然规律的无限智慧 来为你工作 那么你就会成为这一切 管理学的管理技巧的主人了 大自然会为你进行一切的管理 我讲的这些并不是空泛的言论 我是从经验的层面来说的 此外我也是从维德文献的 纯正性的角度来说的 这就是我们的维德传统的教诲 如果你想要获得成功 你就应该从成功的全员处进行学习 你要去学习 关于这个成功的全员处的一切 这就是这个技巧 而成功的全员就是你的本我 你的本我 你不需要去任何其他的地方 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最大的可能性 而现在到了这个科学的时代 事实上不止在这个科学时代里 在任何时代里 生命都是一样的 不管什么时代 什么地方 生命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谈到管理学 这个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们 马赫西管理大学 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们 你们只要把你们所学的应用起来 而最为重要的就是 要从你们自己的自我参照的意识状态 运作起来 自我参照的意识 把它应用在你的生命里 那么你就可以管理庞大的事物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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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今天